HELLO 大家好 我是柏蒂 今天要介紹全新型態陸心 後呢 今天來介紹的是恐怖的範 為什麼說他很恐怖呢 絕對不是因為想不到標題了 所以直接把恐怖草人的可能還再用一次 我跟大家說的這個陣陣是能夠很穩定的上分 至少我用的時候是這樣 只要你嚴格遵守紀律就跟做股票一樣 把我今天跟你分享的制勝方法牢牢記得 基本上就有前四啦 有來看我FB直播的人呢 應該早就知道有這個陣了 我從隨便亂測試到現在台服的大市場 也玩了五六場左右了吧 大概兩個星期前就有在FB的直播室斷斷續續的玩過 雖然當時就有吃雞沒錯啦 不過我覺得那幾場的場次強度不夠高 就沒有拿來做影片使用 一直知道我現在在這個大市場 想說比較有參考價值一點了 才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此支影片會抽出350點貝殼幣 10月31號前有加入Youtube會員滿兩個月 還可以再抽價值近三萬元的 ROG Phone 5電競手機一台 目前符合條件的會員也僅有40位而已 賺的機率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而且加入Youtube會員也可以第一手接收到戰棋的公約 像我這支影片就有提前分享給會員們知道 並且你還獲得專屬的宣章和限定貼圖 至於不想參加抽獎的人 也可以訂閱一下我的寫真 或是加入我們的FB社團播題遊戲討論曲 有很多的高手都會在裡面分享陣容和打法新的 我有空也會親自回覆或是看過的 並且應觀眾的要求這次還免費開放的Discord群給大家同樂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聖的組成喔 我總共會分享三個主要的配置給大家參考 第一種就是賭雷歐娜和范 這種的組成英雄有瑞兒、雷歐娜、人馬、瑟雷西、維爾哥和法洛士以及范 羈絆是四雲若、三聖光、二騎士、二重騎、二遊俠 主要就是利用我們的范擔任主C 然後讓我們的超級坦克雷歐娜剛在前面 其他人都當作掛件 為什麼是賭范和雷歐娜呢? 主要就是他們兩個都是一費卡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你就一起賭 因為說他們兩個的機率都是一樣高的嘛 而且雷歐娜這張單卡真的很給力 能夠讓你爽爽的度過前中期 法洛士呢如果來的夠多也可以順便抓 甚至是你賭不到范三星的時候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轉轉轉轉轉去賭法洛士 其實也是一個好選擇喔 賭法洛士這個陣呢我們之前就有介紹過了 這套玩法現在也是深受很多美服陸服的精英玩家們的喜愛 你們之前有看過影片的人也都算是走得比他們前面一點點了 第二種配置是賭人馬和范 聰明喔你應該有發現了 就是我在做這個陣容配置的時候呢 首先考量的就是誰能坦在最前面 所以人馬戰就是首選之一 畢竟他本身就是殞落體系的角色嘛 所以你就會有更多的一個配陣選擇 可以把法洛士啊改掛成愛希 並且在物理陣多的時候呢掛上三鐵架 第三種就是賭豬女和范 是的想不到吧連豬女都可以硬塞進來 雖然說豬女啊是有被砍過沒有錯 但是他賭到三星還是超級砍的 甚至說如果你有裝備給雅菲利歐的話 還可以讓他擔任-C的位置 但如果說你今天沒有一個輸出裝備 可以再給雅菲利歐的話 我是覺得說不一定要硬湊暗夜啦 因為愛希的控制啊其實就已經很優秀了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 欸我要鐵頭賭人馬啊飯的這種配置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直觀的想法 但其實這真的是很好隨機應變的 根據禁牌和裝備他就做的選擇 才能有效的提高你的勝率 你也才能體會到為什麼我幾乎常常玩 都有分只有一場拿過第五喔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請謹守賭狗的原則 這種賭低費卡的陣容啊 你就是要一定要有進你要賭的那隻喬勝 你才會選擇去玩的喔 不是說喔我今天沒進半張飯 但是這個陣容好強我還是要印完那個陣 基本上我會建議 三次以前有進到四張的飯再去玩 是會比較好的 而且你要隨時注意就是有沒有同行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遇過任何的同行 但是發片之後你們就是要自己留意一下這樣 出裝推薦上飯你可以去拿鬼鎖啊分裂劍 法暴死暴等等的攻擊裝備 優先推薦就是鬼鎖分裂劍和分裂劍 通常啦我會先合出鬼鎖這件裝 比較好在前期保好血量或是拿下連身 第二件裝我就會去出分裂劍 第三件裝則是看3-6掉什麼樣的光明裝備 鬼鎖啊颶風劍啊死帽啊法暴啊巨人殺手正義之手 我覺得都是能用的因為飯的貝兜之前是有吃魔攻系數的 所以他可以拿的裝真的很廣 就算都沒有掉任何的攻擊裝 也沒有關係你可以改拿前排的坦裝 其實我們的坦克也都是還蠻給力的 可以擔任一個-C的位置 尤其是他們如果有日炎的話就會更好了 也用到和豬女或是說人馬看你是賭誰三星 就誰拿裝備 日炎啊反甲星火太坦龍爪等等的防禦裝備都可以 法弱是和好運解則之勳啊伏擊之手啊 西克號角等等的輔助裝備 開場建議搶的裝備就是 反曲弓反曲弓和反曲弓 這一場呢我在3-1的時候就開始了我的毒狗之旅 主要是因為我是選擇玩飯加上雷歐娜的 兩張都是一費卡的狀況下呢 在4等刷的話是比較容易來到三星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說 可能如果你是玩我這樣子的一個配置的話 你在3-1的時候4等你就可以卡著然後去刷牌 看能不能趕快將你的飯還有一個雷歐娜都刷到三星 可以更早的迎來你的Pulsebikes 但是我跟大家講就是你的飯至少要近超過5張 或是剛好5張你再去選擇在3-1刷是會比較好 不然我建議你也可以就是慢慢的卡在5等刷也OK 或者說你可能是賭這種人馬啊 還是說豬女的話我就建議你可能就是卡著5等刷就好了 然後如果你的雷歐娜進的不多 你可以就是雷歐娜當作一個過渡角 並不用一直去把它用在 就是一直用到後面 好這邊的話我們遇到的是我們比較怕的一個陣 就是加羅 加羅是蠻克制範的 因為你看他就一直被綁一直被綁 而且這個人呢他的加羅是有身上2星的 所以這邊我們真的是蠻怕他的 但是因為我們有雷歐娜 而且他是有日炎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日炎呢 就是在前期你可以更好去保住你的血量跟連勝 好這個人他的赫薩斯 雖然只有一星但是他是有龍爪的 但他自己的就是飯其實是會被龍爪給克制的 你今天如果是鬼鎖然後分裂劍然後加上法爆的話 那其實還會蠻怕鬼鎖 但是說如果你今天是兩個分裂劍的話 那就還好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現在做的一個配置 這邊的話呢我就先把我的伏擊之手給合起來了 我沒有給瑟雷希是因為我想要把我的瑟雷希放在倒數第二排 我覺得放在倒數第二排的話 比較好去防一些刺客啊 或是說那種維爾格的那種角色 就是比較好卡位置 然後也比較好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這邊我就去把我的伏擊之手給我的法洛斯爾 這裡我很猶豫 因為我就想說我是要合兩個鬼鎖呢 還是要合兩個分裂劍 然後我也稍微看了一下大家的配置 四隻二的時候就有人已經 他好像四隻一還是四隻二吧 然後他的威寇茲就已經升到了二星 而且他是滿錢的一個狀態 就代表說他漂了很多的威寇茲 而且他在有非常多家同行的一個狀態下 竟然還有辦法漂那麼多隻角色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玩家喔 他的錢超滿然後裝備超糊 威寇茲我覺得比較好的就是他有一個光明的科技牆 因為真的吸的超滿的 這邊我們遇到一個有反甲的這個就是喪屍 但是呢一樣就是被我們的飯切爽爽的 我們這裡其實我就在刷牌 想說我的瑟雷西趕快讓他升上二星 但沒想到我刷牌這麼丟 瑟雷西都還不來 然後呢友人是在四隻一的時候就拿到了 和莫丁格 這也沒辦法說什麼 這是真的運氣嘛 現在遊戲真的是挺吃運氣的 雖然說喔你可能覺得 啊明明就對面那麼多同行 這麼多喪屍 為什麼有些人就可以那麼胡 沒辦法就是運氣遊戲 在後期的話 你現在可能比較高的分段 大家都是很傾向用喪屍 因為喪屍真的很好狗分啦 但這一場我比較害怕的也是就是喪屍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喪屍的話 我可能他血量蠻多的 他一直扛在前面 然後如果又有一個龍爪的話 我蠻難去對付他的 所以我也是打得心驚驚 這邊我就是看了一下大家的擺位 我在躲那個威寇姿 因為我覺得我被威寇姿掃到的話 我基本上必死無疑 他在這個階段是一個非常強烈 主要是因為他惡心 如果他一心那就算了 但他今天是一個惡心的狀態的話 我們就要尊重他 非常強勢喔 好所以這邊我就一直在躲 因為有兩家威寇姿嘛 所以我就在看說 喔他們到底擺哪裡 結果這威寇姿也在看我 可能是因為我火在燒的關係 所以大家現在就一直在關注我 到底擺在哪裡 所以他們的擺位也都是非常細膩 好這裡的話我們遇上了奈德莉 好奈德莉的話呢 雖然他有閃避喔 不過我覺得 范他打的增傷的那個傷害 真的是太高了 這裡呢我還是繼續就是在6等 慢慢的在刷牌 主要就是我也會蠻希望 我的瑟雷希可以升到三星 或者是說人馬也可以一起三星這樣子 但是這裡呢我刷到了法若是三星 其實我已經算是心滿意足 因為我真的已經花了很多錢 想說要來刷這個瑟雷希三星 因為瑟雷希三星他那個勾 還有那個控制 真的是蠻給力的 好這裡的話呢 我為了躲這個威寇姿的一個大絕 所以我還是決定捨棄吃那個伏擊之手 然後換到了右邊過來 然後也很明顯很成功的騙到了他 我們這邊喔 反切切切切切切 他的前排就瞬間融化了 然後他想要掃射也沒有辦法掃過來 非常的nice 雖然說他很快就升上二星 他應該四之一的時候 欸四之一可以收到一隻威寇姿 就該萬幸了吧 結果他三之二的時候 他就白票到威寇姿 然後在四之一的時候還可以 四之一好 不知道四之一還是四之二 然後就可以爽爽的升上二星了 在有這麼多同行的一個狀況下 好這裡的話 我就決定補上我們聖光 如果說你這個環境中 就是在這個階段 你有瑞兒的話 其實基本上這個拉克斯是要換瑞兒 但是我已經不太想再去刷牌了 主要就是我覺得我應該要去升到 再多一個的提升 就是應該是有辦法去升到九等 畢竟我現在的血量跟我現在是連勝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盡量把我的整個狀態都拉好拉滿 好這邊的話我換了一下位置 主要是我在躲 就是看有沒有人有熊啊 還有就是一些威寇姿 這個人在五之一的時候他就惡心了 和莫丁葛 這基本上就是打不贏 而且他的上司還有龍爪 還有星火 光明的星火 非常噁心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我們竟然有辦法這樣射爆他 我覺得主要就是分裂劍真的是太痛了 然後他在砲台呢 一下就被我們給清光了 這的話呢我快速也是換了一下位置 就是想要去做一下調整 我剛剛那個五之一有辦法去打贏和莫丁葛 我說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想到的一個狀態 你應該想的是 哎呀五之一能夠拿到一隻漢莫丁葛 就已經很爽了 然後他都已經惡心了 我們還能夠爆打他一頓 所以他都已經可以算是八五至尊的一個成型體 畢竟他的埃爾文也是身上惡心的一個狀態 他整體的質量呢是非常高的 然後這個人量我們 呵呵 雷文燈 對我只要看到的是有人想要讀夠的時候 我就會去卡別人的角色 如果說你看 因為很多人都在抓威寇姿嘛 所以我也會把我的威寇姿一直抓著 我就會一直卡別人的牌就對了 好這個人 喔我覺得就更恐怖了 因為他兩個號戰之外 他還有龍爪 喔這個龍爪 喔我們這個瑟雷希一個 斷魂前死前一勾 哇非常的關鍵 瑟雷希的冤魂 直接停留的 直接停留在他身上 好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裝可以拿 難道我們要再拿一隻飯嗎 當然不可能嘛 那因為就很多 就是喪屍 然後剛剛又有遇到一個 兩個號戰的 這個瑞兒 所以呢我就決定 好不然我們就拿具人殺手 給這個 法洛斯補個傷害好了 那這裡的話我終於想起 喔原來我的瑟雷希還有一個 甲子在身上 喔這邊我看到了 竟然有人 5費卡惡星 這邊呢我沒有來得及 就是換到位子 因為我本來想說 應該也沒有可能再對到這個威寇姿了吧 結果沒想到一個被他屌射 喔這邊 欸他射的地下我們沒有死喔 喔 不過我們這邊法洛斯真的是非常的 Kerry竟然是打贏了呀 這也是蠻驚嘆的 這個聊天室呢刷瘋了 不過因為我沒有截取到聊天室的畫面 所以大家只要自己想像 喔現在聊天室一直要刷漆 好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也稍微再移一下我整體的擺位 之所以我會把我的劉娜往右擺呢 是因為我看到有人的熊 他是擺在左側的 所以我就會往右擺這樣子 熊就會往右邊去跳 不會跳到我的飯 這裡的話呢 遇到了一個 也是武費卡很早就惡心了 他很早就埃可桑惡心 而且他有兩個伏肌師守在外加 他的露西恩跟他的埃可桑都是有裝備的 然後又被他對到位置 主要就是被他對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被露西恩射滿臉 之前被斷了一個臉 甚至算是滿可惜 而且我這邊也是有點怕怕的 因為這一場有妮可幫的關係 很多人的武費卡都升上二星了 我覺得是滿可怕的啦 大家都是那種5%的天選之人 就是在八等的時候就可以刷到兩隻的武費卡 好 這個是我覺得滿難做到的 但這邊的話也沒有辦法 好 我們就是要專注的去擺我們的位置 既然大家都這麼胡了 好 就是頂尖對決的時刻了 其實我們在 放在後期的時候是比較難打的 就是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畢竟就很多控制嘛 很多熊啊那一些的 但沒關係因為我們有瑟雷西 所以其實也是很好去控制別人的 這邊我就是看到他的 呃熊是擺在左側 欸是擺在偏右側一點點的 所以我就換過來左側啦 還有他的 他莫丁格呢 他是擺在右側的 所以我就決定把我的瑟雷西 基本上我的瑟雷西都是往中間擺啦 然後可以看到 喔我們的飯 突然一個快速清場 這就是我們雙分裂劍的威力 而且可以注意到的是 我現在都還沒有到大刷特刷 就是我們的牌 這裡六隻二的話呢 我是算算準了 他的這個 就是可以去做一個提升 所以我這邊就升等了 好我決定把我的法洛斯放在中間 其實我覺得放在中間蠻好的 我放在 通常我會把法洛斯放在旁邊 就是放在側邊 只是怕瑟雷西夠而已 不過有伏擊之手的話 基本上大家可以放在最邊邊沒有關係 這裡的話因為我們有伏擊之手 所以擋掉了 漢木丁格的第一次大絕 然後可以看到 喔他是有兩個精進之馬 不過他完全開不出大絕 而且他的砲台一直被我們清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分裂劍啊 就是一直彈一直彈 一直刷一直刷 他是完全沒有在管他的前排 可以直接刷到後面 把他的後排全部清光光 好這個人呢被送下去了 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那路仙我覺得還蠻麻煩的 路仙的話就是一定不能跟他站到對角線 不然你就會很難去打贏他 那或者說你可能就擺中間 可是擺中間的話 有可能被威寇之射嘛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選邊站的 那這邊還好 喔我們就剩一加而已 所以我們只要對一加的位置 不用對到兩加 就你不會被左右夾擊的那種感覺 好這裡我就看了一下 欸他的位置 欸然後我看到 欸他竟然把那個威寇之擺到左邊 我覺得他是在拆我會去調位置 所以他就把他的威寇之擺到左邊 那我一看他把他的威寇之擺到左邊去了 我當然是不調我的位置啊 就大家就是可以根據自己的一個選擇 就看一下對面的擺位 好他的這個熊啊 連大絕都沒有開出來 就直接被我們的範給清場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熊真的是太... 不是熊啊 所以你就知道範的那個輸出 真的是太恐怖了 喔這個人 竟然沒有想要拿這個極境法衣嗎 那你不拿我拿囉 好這個人呢是想要拿什麼 喔他是想要給草人裝上重旗轉嗎 還蠻有想法的 其實草人裝上重旗轉的話 其實也是蠻強的 這邊的話我就在繼續刷牌 欸我們的五費卡 我們的關一直刷不到 好 對面他的質量真的是非常高 因為他的就是熊已經二星了嘛 可以看到我們的經濟明明就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們到這邊也刷不到關二星 然後這裡的話呢 我看到他把就是他的這個胃口就是擺過去了 那我當然就趕緊把我的飯擺到右邊來啦 呵呵呵 還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有在調整就是我的前排的一個擺位 他剛剛的熊呢擺在右邊一點 應該說其實大家都是擺在中間啦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就是雷歐娜 擺在跟你的飯的位置不一樣 他就會去跳另外一邊了 就是這是一個小細節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這邊的話呢就一樣去看他的一個位置 其實剩下到最後的決勝圈都是在看擺位 我覺得飯其實還蠻怕這種微扣之這種角色 但如果你是有雙分裂劍就跟我一樣的話 前前排真的太好清場了 基本上前排他們完全放就出招 然後就被你清光光了 這邊就蠻可怕的 我一直在看他的位置 然後這裡按著Q 然後欸他竟然沒有動 他沒有動 敵不動我們就不動 他有兩隻熊熊 都想要來跳我們的飯 他的熊開得出大絕嗎 喔感覺是有機會的 這個熊 欸沒有跳到大 完全沒有跳到 然後就被我們的飯給打死了 這個飯的傷害真的是太高太噁心啦 然後你後面就補個兩祕術 他就完全射不死你了 主要就是我們的雷歐娜 只吃了一個裝備 他就一直穩穩的坦在前面 真的是超強的飯和雷歐娜的組合 大家可以去拿來趕緊上分 最後幫大家統整一下 就是賭一費卡有兩種玩法 一個是在四等的時候刷乾 一個是在五等的時候 你慢慢卡著50塊 然後慢慢的去刷到三星 那我這一場玩的就是在 三之一的時候四等就直接把它刷乾 然後看我的一費卡能不能達到三星 這算是一個比較刺激的一個玩法 因為如果你沒有達到三星 或者是說差太多的話 基本上你這一場就沒有了 所以呢我通常會是先評估 喔我的飯已經進了五張 我已經確保他要嘛就是只差一張 或者說就可以直接達到三星 我才會在四等的時候 就是在三之一四等的時候 就直接去刷盤 然後賭到三星 而且呢因為我同時要去把我的雷歐娜 提升到三星嘛 所以在四等刷是最好的一個玩法 這個戰的主要就是要讓我們的飯 達到三星就好 其他像是說雷歐娜 其實你不用去很強求 如果你說你今天雷歐娜只進四張牌 你都已經刷乾了 然後還只進四張牌 你就可以果斷的捨棄雷歐娜了 你可以轉網去養人馬 或者是說豬女這樣子的角色 也都是還蠻不錯 尤其是你在五等刷的時候 其實是還蠻容易刷到 豬女和這個人馬升到三星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真的超少人要 這兩隻角色 比較有可能比較多人抓 可能就是豬女吧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去玩雅速 然後他可能 或者是說雅菲利歐 那他可能就會去抓豬女 然後人馬的話 基本上就是隨便刷隨便有 其實很好達到三星啊 還有瘦雷歇的話 如果你能夠追三星的話就追 沒有也沒關係 反正這個陣真的只要記住 泛有三星就好 其他基本上你就是去做一個 穩定的等級的提升 如果你是遇到法陣的話呢 記得是一定要去看一下別人的擺位 絕對不要跟威寇茲還有加蘆啊 路線這種角色站對角的一個位置 你一定要去一直看說 喔可能哪一家會比較強 比較容易去把你給秒殺 那你就去站就是跟他同一邊 這樣他就不會一直去噴到你臉了 以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就是瑟雷歇要擺哪裡的話 我建議你就直接擺中間吧 因為中間的話 他就會直接勾 選一個最遠距離去勾嘛 你就不會想說 啊我擺在左邊 結果他跟我放在同一邊 然後就沒有勾到他的輸出位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太可惜的狀況發生 接著如果說你可能後期遇到法陣啊 你就可以去補上秘術或是說官這種可以去降傷害的一個角色 然後通常物理真的多的時候 你就補上鐵甲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當維爾哥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把好運結給換掉了 除非說你的好運結有三星 那或許你還可以把他留下來 因為其實好運結的話 如果他可能有一些法強裝的話 他還是一個還蠻穩定的一個復輸出喔 那這樣完全就是可以根據你的禁牌啊 還有裝備 以及你遇到的對手的陣容 去做一個靈活的搭配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耐心收看 謝謝你們囉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